今天要介紹的是一件大排檔 老闆原本在香港牛下白手起家 現在兩間店面總共有300個座位 70名員工 當年在牛下開的大排檔 每晚都坐無虛席 全部都是為了芝麻雞而來 芝麻雞就是由一位師傅在夏村做風沙雞 撒芝麻去拌勻 芝麻就會散 想到如何將芝麻黏上去 我們將雞首先蒸至六成熟度 再黏漿粉 再黏漿粉 2000年開始在牛下做 見到旺 又有另一班人接著開小菜 用帆布袋遮住我的招牌 吵架 球場經濟 看誰叫就夠 你吹人 那些人的份量都不夠 因為被我吹住 他從事之後 他就沒有什麼規格 這個社會就是 韓老闆1970年代 在慈雲山擺攤賣粥 就已經學到 要與黑白兩道打好關係 自己駕駛木頭車 駕駛兩把西瓜刀 我就擺盪了 沈山上面的責任 那些人都很惡 我認識得了 以前培養我的老前輩 我和我混熟了 那有什麼事 大家可以聊天 有工具 打過幾次膠 但是沒辦法 你打膠 以前的年代 沒有好處 你飯也要吃飯 你吃飯也要吃飯 你在公司等我 我有沒有叫你 大家在公司等我 沒有 你到時候上班 你就出來 勇哥 你今天又不是跑 你坐在公司 鴻居居做什麼 我都叫你回來 你就出來 不要管他 我性格好像有點矛盾 他那個人很火爆 還有他這個人很大方 我不辦法 我給你什麼 可以 可以 沒問題 不夠我給我 我再給都可以 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他是性格人 但知道他是關心這件工人 我真的有試過借過很多次給人 這件工人 我不知道 我自己有穿很多 多少 不要說了 好嗎 我曾經何時 一個金融風暴 1997年 輸了七十幾萬 也有人幫過我 我有時 也幫助救夥企 客情 我覺得是爸爸最成功的地方 因為做餐飲很難做 你要跟客人有些客情 這樣才來吃 怎樣追求客人回來 即是你吃東西要新嘗試 不是新嘗試 你介紹這條魚很棒 新嘗試吃什麼魚 三分幾乳 吃到嘴巴 我今天吃一條魚更棒 不過骨多就不拿去買 不拿去買 我們做飲食二十四小時 你哪裏見不到家人 一枝枝沒有兩頭來 你賺到一筆錢 你當然要付出 我自己年紀大一點 兩個女兒一個文一個母 都幫了我 這樣的年紀 子女在自己一邊 你就貼著自己 你就開心 我現在今天 我真是死而無合 吃到 吃到